Hello 大家好 我是Mike 今天和大家真實的Review兩件 之前蘋果在9月13日發表的其中兩件產品 iPad mini 6 和這部iPhone 13 今天首先會和大家說iPhone 13 我已經用了我手上這部 星光色的iPhone 13一段時間 我可以給大家一點用後感 如果你們未買機有心思思的話 希望這個Review可以幫到你們 總括來說iPhone 13 我以為是有四大舊Improvement 是最影響用家的 是更高效率更快的A15 Bionic Chip 更好的電池 比iPhone 12更光的Display 比iPhone 12更好的雙鏡頭系統 分別是硬件和軟件都有Improvement 大家都很在意的 瀏海細了 這部是iPhone 13 這部是iPhone 12 Pro Max 你會見到瀏海是小了一點 不過我個人而言 我不是很在意瀏海的 它可以整個封住它 比起更好的Face ID 和比起更好的自拍鏡頭 我覺得可能這樣更好 除了瀏海細了之外 大家都會見到 它的喇叭是高了和闊了 iPhone 13後面這個鏡頭 是比iPhone 12的時候大了 大家可以用iPhone 12 Pro Max去對比一下 除此之外 它外形的改動其實不算是很大的 最大分別就是瀏海後面的鏡頭 和顏色不同了 現在再跟大家深入一點去分享一下 我之前列舉過的四個Improvement 我就分別在iPhone 12 Pro Max 和iPhone 13 A14 和A15的biotic chip那裏跑了分 分數的成績當然是A15會較佳的 在實際使用上有幾個情景 你是會感受到它快了 首先就是Cinematic Mode 其實Cinematic Mode對我來說 就好像要iPhone 每秒拍30張人像Mode的照片 在1080的情況之下 紀錄影像的同時也要記下物件和相機的距離 同時它也會計算拍攝的是一個人 一件物件 還有它要知道你想放在哪個位置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就會感受到A15的運算能力 在CPU和GPU都進步走的情況 打機就應該更厲害 但要跟大家老實說 我本身就不是很常用iPhone去打機 所以我不想為了拍一個iPhoneReview的片 而去假裝我都是一個很喜歡打機的人 然後跟大家說我打機很快 我不想這樣做 大家對於打機這方面 大家看其他打遊戲機的平台 一定會有其他YouTuber去講iPhone13打遊戲的能力 大家看他們的片 平時使用上有沒有快了呢 老實說 初初用的時候 我就不覺得有很大的分別 應該這麼說 iPhone12系列平時已經很爽快 做任何事都 很少會有很厲害的情況 但當我用了13一排之後 再用12Pro Max 我依然覺得它很快 但相比起13 13好像是再爽快一點的 我們就試試用打開3個App的速度 去測試一下究竟A15和A14的分別 大家都會見到 無論是Foodpanda Filmic Pro 還是App Store 都是iPhone13快一點的 所以數據上A15除了快過A14之外 現實生活中使用 A15都是真的快一點的 好 接著第二項是Display 而iPhone13的螢幕亮度 應該是跟之前的12Pro Max是一樣的 而12Pro Max就是比iPhone12光一點的 如果你是11或者更舊的機升上去的話 你是很明顯感受到分別的 這個純粹是我自己個人的感受來的 哪一代iPhone的螢幕看起來 還是令我覺得夠光很舒服 在任何情況下都很舒服地看到東西 Pro Max 12Pro Max這一代 我覺得是第一部iPhone 哇 螢幕真是漂亮 夠光的 現在它將這個感覺 就放在13這裡 當然Pro是更厲害的 但因為我沒有13Pro 我只有13 在什麼情況下你會感受到它的Display是光亮的 在YouTube那裡打HDR 然後打海灘beach 然後按HDR 你會看到很多很漂亮的海灘的HDR片 那你簡直是會覺得陽光那種刺眼的感覺 它是會比較呈現得到的 所以螢幕是OK的 都挺有信心跟大家說 大部份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會覺得螢幕是夠光的 13Pro就更光 還有它有120Hz的ProMotion OK的 OK的 如果你預算不夠 這個都是很好看的螢幕 電池容量 我由之前電量是出名好的iPhone 12 Pro Max 變了去普通13 我有沒有覺得downgrade了呢 沒有 除了一個另外的情況 我感覺上它要用最多電就是seneometric mode 所以如果我知道我要拍片的時候 我就會帶那個MagSafe charger出街了 總括而言 我覺得它的電量是好過我之前的12Pro Max 所以是thumb up 接著就來講一下我很在意的相機功能 iPhone 13的雙鏡頭系統 跟iPhone 12的雙鏡頭系統相比 不是跟我這部Pro Max比 主鏡頭的sensor是大了47% 亦都用了之前iPhone 12 Pro Max出現過的sensor shift stabilization 除此之外 蘋果的網頁都有說 它的ultra wide lens是進步了的 看上去的數據就好像是 將iPhone 12 Pro Max的主鏡頭 和它的ultra wide lens 就放了iPhone 13 這個時候大家應該會很好奇 它的鏡頭 iPhone 13的鏡頭 比起iPhone 12 Pro Max 只是說主鏡頭和ultra wide lens 是不是沒有進步了呢 我回答你 不是 就是因為它的硬件 多了A15版的chip 它是一個更快的晶片 令到它的軟件可以做更多計算 iPhone拍照其實很多時候 不是真的像相機一樣 我們設定光圈大小去拍攝 其實很多時候它都是經過很多電腦的計算 因為那個chip快了 所以它可以做更聰明更多AI的計算 從而令到照片和拍攝出來的影片更加好 首先就是HDR的提升 之前A14就是Smart HDR 3 現在就是HDR 4 講到iPhone 13和12系列 影相其中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iPhone 13有Photographic Style 它現在Preset有五種Style 分別就是普通Standard Style Reached Contrast Vibrant Style Warm Style 以及Cool Style 在條件方面 大家會看到多了一個叫Tone和Warm的東西 我分享兩張最極端的照片給大家 一張是Tone-100和Warm-100 一張是Tone-100和Warm-100 根據蘋果的說法 Tri-Graphic Style就好像我們落Filter 但我們平時落Filter就是拍完照片 才落Filter 所以是整張相片一起去加Warm-100 或者是你要加Contrast 那樣東西是整張相片一次過會去做的 包括你的人、你的膚色 或者不同的景物 都是一次過做的 Photography Style 就是在你拍照之前 電話 因為我講過它有A15在裡面 它有很多人工智能的東西在裡面 它就會認得這個是人 所以它的膚色要盡量去保留 不要把它完全變軟 所以它最特別的位置就是這裡 而且根據蘋果的說法 拍人像Mode也是更加厲害的 因為A15爆的Chip更快 所以它可以計較多 所以它的人像Mode都會更加厲害 至於拍片方面 當然是有很大的進步 在iPhone 12的年代 只可以拍到Dolby Vision 10bit HDR 4K 30fps 現在iPhone 13都做到了 就可以拍到HDR 10bit Dolby Vision 4K 60p 這些數據很難說 iPhone 13令我覺得最棒的 拍片 feature就是Cinematic Mode Resolution是108030p 拍了出來的效果 我個人是非常非常非常之收貨 由於我平時是用開大機的 我是用開一些Mirrorless的機器 亦都很喜歡那種大光圈有閃鏡 有時候我真的沒有帶它出街了 我又想要這種感覺的時候 電話是會幫到很多的 當然其實Cinematic Mode 有很多脫漏的地方 有很多很搞笑的 脫漏的地方 我可以show給大家看 我本來想它會重視在線上面 但它當作線柄中間的洞 都是條線的一部份 所以大家會看到那個洞 反而是清晰了的 是很搞笑的 有Dr.Strange那種瞬間轉移的效果 還有它計算那個物件 和相機的距離 亦都是非常之像真的相機 就算你不是像我這樣 即是會排日常Vlog 就算IG拍照家裡的貓 你都會有時候可以blow了 很亂的家裡環境 或者在街上自拍的時候 雖然現在大家都戴了口罩 那些圖人有時候 其實真的不是很想被你拍到的 也就算被你拍到也好 也不想那麼清晰在畫面上出現 現在有了這個功能 就方便很多了 接著這段時間我就說一下 我有沒有些不喜歡的地方 首先就是要很清晰地分清楚 13 Pro和13是兩條不同的Line 13 Pro是貴一些 所以它會有多些功能 而13就是比較便宜的 所以有很多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很有趣的feature 在Pro line那裏 13是沒有的 好了認真了 用了一排 任何一些地方我覺得它真的要改 又一個地方我覺得 真的Apple是時候要改 就是Lightning 是時候要轉USB-C 其實以前一直以來 我對Lightning都不反感 因為我覺得它比Marco和Michael USB來得穩定 而且容易插一些 而且我反而覺得它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去到現在這個年代 由於iPhone又可以拍攝映像的影片 又Dolby Vision 又4K60B 拍照方面如果你是Pro line的話 亦都可以拍Pro raw 如果是Pro line時 還加上有個ProRes影片的功能 那些檔案的體積就是非常非常之大 用Lightning去做傳輸 譬如放入電腦或者放入硬碟裡面 是慢的 我真的覺得是可以變USB-C去增加速度 那如果你們說不用Lightning 用AirDrop可以嗎 用AirDrop也是一個好方法 但是因為都是那句 那些檔案的尺寸已經是越來越大 用AirDrop未必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時候要轉USB-C 好了各位 我們今集就談到這裏了 記得給個Like 影片 Subscribe 頻道 如果大家有甚麼電話 想要聊天的話 你就在下面留言 我盡量都會看和回覆大家的訊息 我們今集就說完iPhone 13了 我們下一集就會說iPad mini 6 所以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